各位学员 大家好 我是一南天 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第一支的六冲 一老师呢 教大家分为三组来记一 第一组是 子五毛有 这是四正之冲 四正是指 东南西北 四个正方位 比如子 是北方的水 五是南方的火 两相对四 可谓是水火直冲 第二组呢 是隐身四害 也叫做四梦之冲 梦月是每个季度的 第一个月 首月 隐身相冲呢 就是春天的第一个月 和秋天的第一个月 相冲 四害相冲呢 就是夏天的首月 和冬天的首月 相冲 两两相对 第三组呢 第三组呢 是尘虚 丑味 尘虚丑味呢 是四维之冲 四面八方 汇聚中心的意思 尘虚丑味 是四季的最后一个月 五行呢 都是属土 土在中宫 对吧 所以呢 从四面八方 汇聚中心 也说明了 尘虚相冲 丑味相冲呢 相冲之后的土性 是增强的 子五毛友相冲啊 多代表的是一种 情感的纠纷 工作的变动 和植物的变迁等等 这是信息 隐身四害相冲呢 是一马逢冲 前面说了 隐身四害呢 就是一马星嘛 一马逢冲 背井离乡 外出求财啊 也代表着这个 人四 有纷争 口舌 是非方面呢 会比较多 尘虚丑味相冲啊 尘虚 多代表的是一种 房产 住房的信息 住所的信息 丑味呢 多代表的是宗教 信仰方面 的信息 所以 香葱 土多的人呢 事业 居住地等等呢 变动会比较的多 比较信仰 宗教文化 和这个 玄学方面的东西 等等 这就是上一节课 所讲的内容 顺便呢 和大家呢 复习了一遍 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个技术在新 后面的课程 还会很多很多的用到的 今天呢 再给大家 讲这个 地支的 六合 地支呢 有葱 也有合 这就好比一对男女 抱在一起 相合相好 不过呢 大家不要看到 相合 就因为是好的 看到香葱 就因为是坏的 这种观念呢 是错误的 比如 一个好人 和一个坏人 在一起 如果好人 受到坏人的影响 那么这种合呢 起到的是一种 负面的作用 所谓 静默则黑 那就是不好的 如果两个好人 在一起相合 彼此呢 都增加正能量 相互 出镜 那就是好的 静 住着 去嘛 但是 一个坏人 跟另外一个坏人 合到了一起 那应该是好的 还是坏的呢 答案是 有可能是好的 也有可能是坏的 如果两个人 纠缠在一起 彼此负伤消耗 不能在社会上 为非作恶 那就是好的呀 对吧 所以 注意这个地支的 和语冲啊 不要听到 冲就是坏的 不要看到 和 就是好的 后面我们在 具体的实战中啊 还会继续 给大家 分析 那么 第一支的六和 是哪六和呢 我们按这个 圣石针 来看 第一支 是 子丑和 第二支 是 隐 害和 第三支 是 卯 虚和 第四支 是 陈 有 和 第五支 是 四 生 和 第六支 是 五 为 和 我们一组一组的 详细给大家 解析一下 第一支 子丑 和 化 什么呢 和化为 土 它是可以 和化的 子丑和土 是一种 克和 因为丑土 是要克子水的 这种叫做 和住 待克 子 是水 丑 是 湿土 这种和呢 就相当于把水和 稀泥跟泥巴 合到了一块 所以呢 也叫做 泥和 子 子在和的同时呢 也给丑 克住了 所以 子的本身呢 是有损 伤的 这代表了一种 不情愿的和 这种和呢 子水本身呢 是心不甘 情不愿 所以 子丑和呢 代表着 阴小 是大 聚散 不能自主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 要子丑相和的人呢 你端他的性格呢 比较纠结 是一个 阴小 是大 的人 通常呢 是不会错的 第二组 是 隐害 和化为 木 为什么会 和化为木呢 大家想一想 隐月 是 农历的 正月 春天来了 大地回春 阳气呢 在上升 隐本身的 本气呢 就是木 这个时候 木要快速的生长 是离不开水的 水和木的结合呢 就是使得 木更忘了 所以说 隐害 和木 是一种 生和 生和 隐害 相和的 结果呢 就是把水 转化为了 木 所以 它们呢 和化为 木 第三组 是 毛 须 和化为 火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之前我们的课程讲了 须 是火库 对不对 须 里面藏了火 藏的是 丁火 是一种火库 这就相当于我们农村 做饭的时候 生果 做饭的 火灶 灶 就是一个很具体的火库 就算没有明火 但是呢 有暗火 只要呢 把柴丢进去 它就会很快的燃烧起来 越来越旺 而毛木呢 属于那种树枝啊 藤螺 花草的那些 特别容易着火 所以 毛须 和化 为火 毛须相和呢 就变成了火 池里面实际上是一种 毛木的自焚 来生火 代表的是一种 意志 不坚定 缺乏组建 随大流的性格 在六合里面呢 毛须 最能够代表 未婚同居 如果一个女性的八字里面 夫妻公 有毛须相和的话 那么 他可能有这个 未婚同居的情况 第四竹是 尘有 和化为金 尘 尘土是水库 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 属土 所以 也是湿土 因为春天 天气转暖 氧气上升 所以 尘土 是一种很温韵的 湿土 我们叫做温土 而有金呢 是作为金银首饰 珠宝美玉的原材料 温韵的土 会蕴含着更多金属的元素 是更容易生成这个有金 所以呢 也叫做温土 生金 其他的造土 次热的土 是不能够生金的 有时反而会克金 所以这个尘有香和 是和化为了金 尘有和金 也是一种生和 尘土 是生金的嘛 对不对 和中 代生 尘呢 是龙 有呢 是鸡 也是凤 这凤 所以 尘有和 是一种龙凤 成祥 一个人的八字里面 有尘有香和 那么在感情上面 是比较崇尚 恋爱 自由 不喜欢 没约之言 父母之命 那在古代 可是私奔了 所以 尘有和的人 对感情 是比较执着的 第五主 四身 和化为水 四 是属火 身 是属金 金 遇到了火的断烧 固态的矿石 就会融化为 液态的金属水 成为了金水 所以 四身 是和水的 这个呢 比较好理解 第六主 是五位 和化为土 你看 五火 是夏季的火 味土呢 是 夏天最后一个月的土 可谓是火炎 土灶 酷暑 难熬 对吧 所以 五味相合呢 就会变成 一块热土 刺土 有的书 说这个 五味 和化为火 这也没有错 可以这样说吧 四柱 火多 就有可能会 和化为火 四柱 土旺 那么 就会和化为土 无论是和化为火 还是和化为土 都是非常热的 五呢 还可以看上 是一种炉火 味呢 可以看上 是一种烧红的炭 代表的是一种 光明燃烧的现象 如果一个人的八字里面 有五味相合 代表这个人 为人方面 比较光明 正大 做事情呢 有威严 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这个 好的 上面就是今天所讲的 地支的六合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紫丑 和化 可以和化为土 隐害 相合 可以和化为 木 某须相合 可以和化为火 尘有 相合 可以和化为 金 四身 相合 可以和化为 水 五味 相合 可以和化为 土 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